一个问题说的是在做带手动作的时候呢 因为上半身控制不住怎么办 然后呢 我其实在评论区有回答他说 带手臂动作的时候肩膀要下沉对抗 然后呢 他说他经常把下沉对抗跟夹肩膀啊 就分不清楚 就经常肩膀的运作啊 练得不是很好 OK 我们有一个就学跳舞的人 我们经常会做Wallmark 就是热身动作 就我们站在这儿 然后呢 你尝试让你的胸腔啊 前后 前后 或者是 称过来看哈 左右 左右 先去转换一下你的Beddy 然后同时呢 你的肩膀也是上下上下 前后 OK 都练习一下 然后呢 你这样才能知道自己身体每个关节 它的运作方向在哪里 要去让身体适应 每一个关节去的方向跟位置去熟练它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我的 比如说右边的手臂 我打出去的时候 然后一打身体就歪 OK 那我手打起来的时候 其实肩膀应该什么 下沉 只是肩膀 OK 就肩膀下沉 而且只是一边 那么一边下沉 让手臂一边延伸 而产生一个 什么延伸的这个 长度的力量啊 不要让这个肩膀打上去以后 然后呢 你说你肩膀一下沉 就往里夹 这个属于往后的力量 跟往下的力量 其实不太一样 你尝试把手拿起来以后 一个肩膀下沉 就单边肩膀下沉 但是手得保持高度 你可以拿一杯水 抓到手上 举着 然后呢 压你的肩膀 那个水不要滴出来 这种练习方式 两只手也可以尝试一下 两边的肩膀 这样来做身体肩膀的沉降练习 也是不错的选择